欢迎收看千涵的晚间课新闻 大家晚上好 节目开始前想先请大家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们一共有18位专家为大家提供最全方位的股市知识 还在犹豫什么呢?赶快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吧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是 刚事先蹲后跳,五档Q3看翘 近来受到大陆疫情封城管控影响 宝钢、鞍钢及本钢纷纷调降6月盘价 中钢6月内销盘价也面临降价压力 市场也进入盘整调节阶段 但受惠于大陆苏州和昆山等地陆续解封 钢铁原物料行情仍在高档 各国依旧在积极推动基础建设等利多带动下 利盐需求逐渐释出,钢市渴望呈现先蹲后跳局面 预期第三季反弹上弓企极出现 一旦钢市垂起反弓的号角 受惠厂商包括中钢、中鸿、美雅、叶辉及胜鱼 将有利于后市接单,增添第三季营收逗能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不妨多加留意 分享这则新闻给大家参考 喜欢我的影片也帮我按个赞吧 大家晚安,咕咕咕咕奶